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915集 这是哪里话 没有孝小姐指引 我也不可能发现药西药 这么好的项目 杜昭基脸上一点笑都没有 这话说得太没有可信度了 夏小兰怀疑杜昭基和朱穗周 在买下商都地皮钱就勾搭上了 炒样地产找银行借款 又有什么民间借贷 都是迷惑他和杜昭辉的招数 让他不知道杜昭基和朱穗周有关系 当然 现在说这些也没意思 局面已经是这样 夏小兰无意追究过去 他就想把握当下 以及计划好将来 亚西亚肯定是个好项目 但也要看是谁在管理 我和二少没有合作过 不太清楚二少的做事风格 现在看来应该是偏激进 二少觉得现在就打造连锁卖场 是不是太早了些 杜昭基摇晃了手里的杯子 夏小姐虽然没有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生意上 消息却非常灵通了 夏小兰笑了笑 二少 你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对象 偏偏要找美华的唐总 唐总一向和你大哥交好 唐总知道了 你大哥就知道 我们毕竟还有合作的情分在 他自然也会告诉我 二少 你又不是真心要瞒我 何必让这么大弯 让我得知 说着虚伪的话 没意思 也不是多深的交情 大家是为了利益 才凑在一起 夏小兰也不想浪费时间打太急 杜昭基想了想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你为什么要和我大哥合作 他那样的人 也有被帮助的价值吗 于奶奶说得对 杜昭基对输掉 争荣集团5%的股份 仍然耿耿于怀 他为什么帮助杜昭辉 杜昭辉从来不是 以好人形象出现 第一次见面 夏小兰就讨厌杜昭辉 杜昭辉给的报酬很优渥 杜昭辉也比较听劝 起码在生意上 不自作聪明 再一个 杜昭辉就没掩饰过 他是个坏蛋的事实 没有坏人装好人 夏小兰起码知道 自己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的 换了杜昭基 高冷精英 客气有礼貌 任谁来看 都是屡历漂亮的年轻老板 可叶小琼为他办事 就因为和他有分歧 他就把叶小琼软禁起来 这他喵是啥臭毛病 替他工作 又不是卖身给他 双方理念不合 就好聚好散 居然把人关起来 如果不是风尘女 和是原仗义 跑来找他 夏小兰不去港岛 叶小琼能逃出来吗 躲在楼上 邻居家 是一时逃脱 不代表 能真正逃脱 和杜大少合作 我心里踏实 二少可能比他聪明 也比他懂 许多商业经营的知识 但我不知道 二少下一步要做什么 就像现在 我和二少还能 心平气和地 共进晚餐 然而明天 我们会不会 从合伙人翻脸成仇 这种事 我也很难预料的 二少你说对不对 杜赵姬皱眉 你的意思是 你和我大哥合作 是因为他蠢 不 我的意思是 你大哥没有过分聪明 他拿自己应得的利益 我也有得赚 这叫 皆大欢喜 看起来是在讨论杜赵辉 其实 还是说亚西亚的事 既然是合作 拿自己应得的 一部分利益 是最好的结果 有人想要多吃多战 股东间平衡 就会被打破 夏小兰神烦这一点 为了利益翻脸 很常见 现在连利益都没丑见呢 就要大打出手了吗 杜赵姬画风一转 那我也把话 说得直白点吧 夏小姐难道不认同 日本八百半的模式吗 我们先补局 就能站住市场先机 如果落于人后 亚西亚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肉 自己喝点剩下的汤 我研究过夏小姐的生意发展步调 你经营服装也好 到鹏城开建材店 以及拿地皮稿开发 和现在的电子磁点 这些可都是走在别人前面 我还以为夏小姐 是认同我的经营理念 领先一步是天才 领先三步是疯子 难道他不懂 他懂啊 做生意要遵循现在的经济环境背景 他搞建材店 是顺应了鹏城的建设高速度 就算不成立起航地产 专心搞建材都要发财 杜赵姬要搞连锁卖场 没毛病 可太早了些 商都亚西亚都还没开业 婴儿盘跚学步 未走到稳健 就想要跑 这到底是踢他出局的借口 还是杜赵姬真受了大刺激 二少 你现在铁了心要拉投资 要扩张 我劝不住你 只等你拉到投资 我们再来重新商谈这件事 商都亚西亚百分之十八的股份 是我现在持有的 你只要确保这一点就行 商都亚西亚是要最先开业的 夏小兰将视线转到朱穗州身上 商都亚西亚为什么火爆 当初的宣传手段 以及靠降价 争夺商都其他商场市场份额的事 通过案例分析 全刻在夏小兰脑子里呢 他只是懒得分神 去多拐一个摊子 可如果朱穗州 不想先搞好商都亚西亚 而是要跟着杜赵姬冒进 夏小兰真想把这两个人踢开 他自己把商都亚西亚吃下 复刻朱穗州走过的路 让朱穗州 葫芦柯走 还是 升级朱穗州的路 把商都亚西亚 彻底拿下 夏小兰升起了这个想法 朱穗州被他探究的眼神 看得心里发毛 夏总的意思 把商都亚西亚商场单独剥离出来 是啊 我这个股东不管理日常事物 但这种大变动 我有权拒绝 夏小兰敲了敲桌子 朱老板还记得我们签订的合同细则吧 我出售亚西亚商场18%的股份 需要先征求朝阳地产的同意 朝阳地产如果不愿意以市价买下 我才能卖给别人 朱穗州点头 是有这么一条 怎么夏总现在想卖掉这18%的股份 不 我是提醒你 在这条细则下面还有一条 在能正常经营的状态下 如果没有我的允许 商都亚西亚不得再接纳第三位股东 这条是夏小兰防止莫名其妙被踢走的 当时杜兆基也是钻空子绕了过去 买下朝阳地产 而不是直接入股商都亚西亚 现在轮到夏小兰拿出来反制 你要把亚西亚这个牌子搞成连锁 要拉投资 要扩张 我管不了 但商都亚西亚 只要我不同意 就得维持现状